請你跟我說台語 然後我跟那個什麼 姜應德講 姜應德就會講那個 收心詞功夫裡面的那個台詞 就說阿鬼你還是說國語吧 我就覺得很不爽這樣子 那種感覺很不爽 歡迎收聽迷迷之音 很久很久沒看 很抱歉啦 我就不知道在模樣什麼 做節目的速度有比較慢 主要都是因為帶孩子 所以時間不夠用 也有接一些 跟大家做公佈節目 Podcast去庫典 目的是希望 未來有越來越多人 會想做節目 將自己有相處的主題 來跟聽這種分享 如果這樣以後 我們就不能做給別人聽 別人也會做給我們聽 這就是我做這行 這麼久以來最期待的事情 像這次的迷迷之音 跟宜蘭沈高川的小間蔬菜 陶芸牛蓬賢會合作 他對Podcast也很有興趣 對學台語更有熱情 所以我們就做會 經四分回本 邀請十歲至十五歲 我的年輕人 到底用台語來讀回本故事 我感覺有一種在背後 未來台語主持人的企圖 小孩其實她聽到的台語 比我們所生活更多 所以我們應該去製造一些機會 讓他們發揮就對了 今天要來介紹第一個故事 是阿嬤的貴姬湖 透過回本作家 海狗房東這本作品 我們可以認識很多水果的名稱 真實用的名字 還有故事裡面 那媽是哪兩人 真可愛的對答 初期我跟大家先開講 了解自己最愛吃哪一種水果 想不到主辦人 也是年紀最大的學生 蓬賢會如書 她想要問一個問題 她說 這個故事叫做阿嬤的貴姬湖 為什麼不是阿嬤的貴姬 而是貴姬湖 在這裡把果園反映台語 較量就變貴姬湖 只是台語比較口語化 我們一般會說 貴姬 吃貴姬 吃水果 所以種水果的地方 我們會說貴姬湖 所以不只是貴姬湖 因為那是比較容易中文的生活 好 直接翻 好 了解 剛才聽到這個答案 是我夠錢的說法 聽眾朋友 若是有北中最喜歡 也很歡迎 在咪咪之音的FB面子 留言 我們來交流一下 預備 起 從阿嬤的大門口出來 從阿嬤的大門口出來 弟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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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算九十 按一算九十 算三次 算三次 就能夠阿嬤的貴姬湖 就能夠阿嬤的貴姬湖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兩三五六七八九十 一兩三五六六七八九十 這是第一章 話宮現場的錄音 你是不是也有對大家作為念 老爹的東西 有拍作為欧 效果真正不一樣 在中每一位少年小孩 有一开始无三家讲台语 到后来都很自然 又感觉趣味 对我讨论一遍 有九个字的 其中有一位特别有自身的小孩 我邀请他接受我的传访 他看起来很小的字 不过肋头很大 牆手也很魅力 我发到有自身 我们来听他的主要介绍 大家好 我叫做陈小默 我今年十二会 就读玉柴国小的五年级 今天要来录这本菜 会很坚定的吗 有一点点 是因为讲台语会给你坚定 还是因为要录音的坚定 录音 好 这样表示讲台语你不会坚定 但是你平常是这样 有个人在讲台语 有在壮山新娘乐团 就是练奔地瓜的时候 要跟其他团员讲台语 这讲出来已经把很多人讨厌到 陈小默小朋友 十二会已经在学习本地瓜 在我们宜蘭很出名的 壮山新娘乐团的本地瓜 小默你在那儿学多久了 大概十个月 你学十个月你学什么 练动作然后唱歌还有一些台词 台词喔 一定全部都台语对吧 对 这样你那些演出的角色 你要穿的歌都是台语 你要怎么把它记起来 就有时候老师练习的时候 我就边听边做别的事 然后老师会单独教我 我就记起来了 所以你不是看完文字 你不是看着字去记东西 对因为看不到 到现在你表演过的什么角色 注音台跟金星 梁山博语注音台 牛山佩格很英台 银星应该是很英台的丫鬟 十五个年了对吧 对 这样你要给大家表演一两句吗 去看看你有印象中 很亲密的台语 你来说看看 梁丽整齐花园 丹台母猪牛秀仔 这句请解释一下 这句是什么 就是注音台叫 银星去花园等梁山博 还有再来一句 台湾在地书房恰书是好聊 这有唱的感觉 聊 后面那样牽细牽起来的感觉 那是唱还是歌手 就歌手 因为要结尾了 然后接下来接着就是唱歌 所以要旋律要带起来 你意思是说 你不只是讲台词嘛 你也还包括要唱本地歌 你也爱唱对吧 对 你当时鸡两句的 链都是没在唱的 怎样要唱的呢 要唱哪一个角色的 唱菜 你唱那个旋律台好了 好 离初大依赖离吉亚 这是什么意思 就 这就是日出跟日落 是在等待梁山博的时候唱的吗 对 那你知不知道你演的这个故事 是怎么样的故事 是一个就我所知 它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住英台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然后梁山博比较穷一点 然后他们在念书的时候认识 然后住英台就女扮男装去读书 然后梁山博都没有发现 所以他就用谜语的方式跟他说 请他到他们家定情 笨嘴瓜哪里吸引你 让你的感觉有感觉 有感觉又一直学下去 不知道 是因为爱唱表演的三口那种高中的 那种高中的气味的会来会去 还有拿开心 对不对 那种东西有让你感觉很趣吗 我觉得笨嘴瓜很特别 然后它就是一个快要消失的文化 你对于快要消失的文化这个事情 你有感觉啊 妈妈会说 所以已经有唱本地歌的这个基礎 你就是都有在接触台语的东西嘛 你家里有人会跟你说台语 你的阿公阿嬷 还是阿伯阿嬷 阿嬷爸爸妈妈 有人会跟你说台语的 阿嬷 阿嬷在哪里 台北跟彰化 都会跟我讲 所以要来念这本会本 叫做阿嬷的桂枝粉 啊对啦 你刚刚在唱出英台的调歌里面 有唱到会粉对吧 会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花园 花园 那个会粉 那个阴其实是疑然香 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疑然香 我们经常说 真水真好吃 那个真是疑然香 还有就是唱 说香 花园 其实是香 可是在宜蘭 大家会讲成 花园 对对对 所以阿嬷的果园的这本会本 阿嬷的桂枝粉 在我们宜蘭 我们就会来念 先 阿嬷的军基 花园 这本菜 下的人是海狗房东 围图的人是黄丽佩 我们先来 让你来念 配音 配台语的 念给大家听 好吗 好 对阿嬷的家的大门口出来 弟弟走啊 弟弟走啊 按议算九十 算三次 就会到阿嬷的冠军 一、两、三、四、九、六、七、八、九、十 едь、两、三、四、九、六、七、八、九、十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九啊 这有烹饭、香蕉、酸和芭蕉 也有疲惫、不得、连锦和乃鸡 也有往来和食粿 这是香蕉,我要吃 哦,很好吃 这是芭蕉,我要吃 我真好吃 这是不得,我要吃 哦,很好吃 这是什么,我吃看看 啊,怎么会吃酸 这是芭蕉,人家拌回去 可以和芭蕉吃,头水和鲜蜜 生地啊,生地,吃好饮哦 我要饮 阿嬷,我要吃鸡鸡 是芭蕉要不得、告婚 要不得、告婚、要不得、告婚 是芭蕉要不得、告婚 啊,这两个是芭蕉,哪会吃年了 哪有辣 人我妈要不得、告婚 要不得、告婚、要不得、告婚 是芭蕉要不得、告婚 谢谢小莫 我要问你哦,告婚是什么意思哦 你还记得吗 嗯,熟的意思吧 嗯,看到这本阿嬷的贵迹 然后这个故事 你自小孩一定有看到很多绘本 绘本对吧 啊,这本对你来说 你感觉他这个故事 你感觉有趣吗 嗯,我觉得有点好像 为什么 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孩 然后跟阿嬷在玩 嗯,跟阿嬷玩 然后他又学到很多种水果的说法 然后也学到那个要不得、告婚 本来在讲水果还没熟 结果他爬到了阿嬷的背上 阿嬷背着他 然后阿嬷说 哎呀,这条纪归哪有这么年长 然后小孩就会讲说 我要不得、告婚 表示我还没有很成熟 我应该还很轻吧,对不对 嗯 谢谢小莫 这年上次介绍他在有的 宜蘭本地瓜 这个广播室团的传统文化 让我们知道 也用他好听的沙雕 由于为我们 把阿嬷的鬼子园 都讨一遍 人都一遍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出版社 新月书房玉山社的受款 让我们用听的 就能感受到作者 海狗房东 这年赞的会本故事 我跟小间蔬菜也先会 食材几个档啊 既然都是说国家 实在想不为什么这次 他会这么厉害 因为我不会台语啊 会本相对比较简单比较短啊 所以我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着想 那可是是你要学 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设定 是对小朋友 因为我自己家的小朋友就不会啊 其实我很希望他们 就是跟我一块学 我就会想说 让不会讲台语的人 然后有兴趣讲台语这样子 有什么你这年想要学台语 你的生活有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母语不是台语吗 我的母语不是台语 我的母语是中文啊 中文 中文 就很想学 我觉得在以前在台北 在台中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可是来宜兰乡下 圆山乡这边 就发现大家都在讲台语 然后自己就好像是外国人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 反正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 很会跟人家高官 但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我会希望就是能够跟 用这边在地的语言 跟老板沟通这样子 你希望用在地语言跟老板沟通的目的是 希望他不要算错钱吗 还是为什么有什么必要 在这个时候希望要有台语能力呢 就是菜市场的老板 老板娘大概都是讲台语这样子 然后我讲 我跟他们讲国语要什么要什么 他们还是就是会用台语回我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阿嬷 然后我用国语讲 我发现我用国语回他 他用台语 我是听 我可以听得懂 可是我不会讲 然后他们就是用台语问我 然后我用国语回他 那可是看得出来 他对国语也不是很熟 通常他就会讲说对啦对啦 或是讲说不是啦不是啦 然后就会讲说 然后就是很艰难的用国语跟我讲说 到底这个菜是怎么卖 这个肉是怎么卖这样子 我就觉得有一点修缠的感觉 对啊 就觉得自己好像给人家带来麻烦 其实我也不是很会讲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我蛮想学台语这样子 那听得出来 你是特别想学买菜的台语 对对对对 这一斤多少 然后或是这个肉是什么肉 对 然后这个菜是什么菜这样子 我现在用老板 我用鸡肉 又在鸡肉 你要来买鸡肉 你问我 鸡腿多少 你敢说老板鸡腿多少 老板鸡腿多少 你只要鸡腿哦 是 一鸡五百啦 很贵 哎呦 贵我说贵 好了不算你两百就好了 你要贵鸡 两鸡 两鸡 台语台语只要两鸡 要不然要鸡鸡肉 要鸡肉 鸡肉好吗 鸡肉是什么 很脆很脆很脆 我来啦 我来煮汤用的 你要点汤是吗 点汤 点汤 对啊 就是会这样子 哩哩啦啦这样子 对啊 有的时候老板还会笑 他一整天乐趣就来自那时候啊 然后我跟那个什么 江应德讲 江应德就会讲那个 周星驰功夫里面的那个台词 就是说阿鬼你还是说博语吧 我就觉得很不爽这样子 那种感觉很不爽 在这菜市里你感觉是在厂家生活 乡下生活特别很需要用到的地方 还有在宜兰乡下生活 你觉得台语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的地方还有哪里 就是比如说那个阿公啊 嗯就是会会打招呼啊这样子啊 然后而且我们附近的那个很多阿公在做资源回收就对了 啊有的时候要拿出去给他 可是就不知道 比如说像那个压扁的箱子要怎么讲 然后就只能这样 嗯 接口里 那我就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讲法很不礼貌 嗯 我说到可以说 如果是我啦 要是我我可能说 诶 阿伯这个你感觉有需要 我会讲说这你需要吗 阿伯这个你感觉有需要 对对对 那有效用 合用吗 有 有 很效用 您家正餐 你在开餐厅又不找 嗯 如果依你来说你没什么会遇到台语人家 一定会说台语人家吧 有哦 我有一家他们家就是一家四口 嗯 两个婴儿很小的 嗯 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幼稚园这样子 一个还抱着的 另外一个就是幼稚园 然后他们妈妈就是都都讲台语 然后可是到我这边来的时候要买单或是干嘛 那妈妈就变成就变成国语这样子 然后我又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跟小孩都都是说台语啊 那下来结账 就说故意 嗯 对啊 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是 是什么人在买松什么 你买松什么 就买松 好像需要一个转译这样子 就是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对了 你会很希望他直接就用台语跟你结账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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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告诉他就要 你能跟我说台语没关系啊 你可以跟我讲台语没关系啊 你跟我讲台语我会练习听 对我如果听不懂我再问你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是可以主动提出说鼓励他说 你尽管对我讲没关系 不要为了担心我听不懂 而你们本来都在讲台语 却为了我要讲成国语 这也应该是可以 也是可以沟通的我猜 很好耶 他下次来的时候我试一试这样子 还是你就穿一些衣服写着 请说台语请对我讲台语有没有 好那那请那个天文社社长来画一下这样子 请跟我说台语 如果你出门就知道 没什么人跟你聊天 既然阿嬷的贵迹逢 这个会本故事主角是阿嬷 我们应该也会有种追够的阿嬷 接受奉门这条啊 嘿嘿 真多好 我们到阿嬷的阿嬷来宜兰出头 他还带很多以前的孙子来 阿嬷前的孙子有够香有够甜 哦 夏天的煮味 如果没有孙子就减一味了 你说对吗 来 咱来请问阿嬷的阿嬷 你的鬼进口里面 没见过的水果有几行啊 有见过 留定 有见过 白相国 白相国台语是什么 白相国叫做食杰哥 还有种过蕾 柳油也有 也有种过 金椒 哦 真漂亮的 很红的啊 很红的啊 很大皮的 很大胸的 没不贏啊 也有种过蕾子 很美味的 煮味的哦 阿嬷你最爱吃到一种水果 叫做白相国啊 但是食杰哥啦 很美味我最爱吃 食杰哥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项水果 因为英国啊 比较少年 都没什么水果好吃 什么乃滋啦 年轻那时候很酒的 都没有 王来啊 也没有 所以那时候就会食杰哥啊 酒好吃 还有滋水达 然后如果没水果就会食杰哥 水果好吃 还有三年年 还有香 还有能夹冰 那时候没什么冰箱啊 但是有一个会有冰箱 都会去人家夹冰 把他食杰哥 把他搓下来 然后把他拿铁 然后把他去外面的银子店 买一包这样 两个状态我会看 一支手 知道的银子的铁子 把他搓上去 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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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又凉 又酸 那时候的食杰哥 真的很快乐 一生中的水果 真的很好吃 原来阿米的阿嬷 这么爱吃食杰哥 是这个原因 我做她的女儿 几十年了 都不知道 好感觉 我知道 为什么百姓国 会叫做食杰哥 时间的是 家算的家 是时间的意思 这是为日本未来的 因为百姓国的火啊 生着那时间 同样 所以有人会说 食杰哥 也有人会说 食杰哥 啊 差一点也不记得 要有一个问题 要请到阿米的阿嬷 俗意说 吃粿子 拜秋头 吃米饭 拜餐头 这如何解释更好 对啊 饮水舒服 我们 吃水有水温头 要感恩 吃水果 你要把她的头盖用啊 水果才会漂亮 好吃 吃水果拜秋头 啊 吃米拜餐头 啊 土地说 把我们餐头 餐尾够好啊 这样 我们这里有的 切得很漂亮 米这里有的 都够够得很好吃啊 所以一句话啊 吃米拜餐头 嗯 这样说得对 多谢阿米的阿嬷 改岁 最后 我来给大家课一下 彭贤会他的店 叫做小煎蔬菜 啊 那这小煎蔬菜 如果是用台义 是要怎么念 嗯 大家要记得哦 小煎是 小煎的那个小煎嘛 书是 书本的书 是脆哦 菜就是 青菜的菜哦 所以 不是我们一般 所念的那个 蔬菜 是 这个蔬菜 好啦 大家哦 知道我的意思 那不好念 同样哦 欢迎你中你的答案 分享到咪咪之音的FB面菜 我非常感谢你 如果没气贤 我们来听彭贤会一个你的说话 小煎菜 小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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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本要投的第二会本是 跟阿公小菜齐啊 记得跟咪咪之音 起赞 对中最新的节目 还会有分享出去 感谢收听 咱们一起聚会 拜拜